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时44分 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 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有效检验了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 达到预期目的 这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性安排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中方提前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 西方军事专家根据解放军报 发布的四张发射画面判断 这一发导弹是中国第二代以固体燃料发射的东风31AG 也就是东风31甲改洲际战略核导弹 由一辆操纵型自行式特种车存在 可以在林地附近的临时阵地 进行无依托起诉发射 机动性强 存活率高 美国防务新闻和分析网站 战区副主编雷维希克指出 这是从1980年之后 中国首次向太平洋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表面上是为了训练目的 同时对外发出直接的信号 特别是对美国极其盟友 迹象显示 随着中国继续大幅扩充核武库 和洲际弹道导弹的规模 这次发射 可能是更多定期公海测试的开始 1980年5月18日 中国第一枚东风5号洲际弹道导弹 当时对外宣称是运载火箭 从甘肃九泉 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 进行全程飞行试验 达九千多公里 此后 因地理众生的限制 或基于保密 或配套能力不足 或避免国际压力 以及考虑成本与风险控制等原因 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 都采取高弹道方式 向西部内陆靶场发射 射程的距离缩短 而不是全程发射试验 效果大打折扣 时隔44年 这次发射东风31AG 采用了全射程发射试验 其意义之重大也在于此 采取高弹道试验 和全射程试验的区别在于 高弹道试验 主要验证导弹的射程 和基本飞行性能 而全射程试验 可以模拟从发射到 命中目标的全过程 包括导弹战斗部 也就是弹头的实际使用效果 能够更全面地评估 导弹在实际战斗中的表现 包括战斗部的威力 精度 以及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这种试验方式 能够更准确地 验证导弹的各项性能 尤其是导弹在末段 也就是再入断的飞行性能 和控制系统的稳定性 前学生曾经强调 高弹道不能够取代 全程发射试验 可见两者差距甚大 从某种程度上说 某个型号的战略导弹 若没有完成全射程发射试验 基本上 它就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战备值班 从航行通告数据显示 这发导弹从海南岛发射 至落点的距离 约11700公里 法新社报道称 导弹落在 法国海外属地 玻利尼西亚的 马克萨斯群岛附近 落点位于太平洋中南部 在夏威夷南方 约3700多公里处 往东是面向 7000多公里的南美洲 导弹的威慑对象是美国 但指向性并不明显 而且 斜在训练模拟弹头 如此安排 说明中国发射 洲际弹道导弹极为谨慎 没有引起美方抗议 下面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继续来谈 事发后 美国国防部副新闻发言人 辛格 面对媒体询问时指出 这是一件好事 美方收到提前通报 这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进一步降低任何误解和误判的风险 美方欢迎这样做 他还说 美方将会继续敦促 在弹道导弹和太空发射方面 有更规范的通报安排 这是美国向中国提出的建议 他代表了一种常识性的信心建立措施 因此 美方希望看到类似的通报 能够继续下去 由此看出 面对重大的战略威慑行动 美国更关注透明度和规范化 避免误判管控风险 反观中国火箭军的建设与发展 是增强可信可靠的核威慑 与核反击能力 以及战略制衡能力 很难主动挑战美国 可以说 这是罕见而且重大的战略导弹试射 是中国增强其具有真正意义上 核威慑与核反击能力的开始 问题是 中国为什么选择现在这个时机 向太平洋实施洲际弹道导弹 全射程试验呢 这段期间 中美两国并没有发生危机和冲突 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不仅是军事问题 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如果说有什么事件 让北京感到危机紧迫 而必须以此手段警告 或者是政策对手 那就是台湾议题 联合国大会1971年通过的 2758号决议 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美方批评北京歪曲联大决议 并且以此为工具 破坏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参与 包括阻挡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 这个议题从两岸开始 如今成为中美两国对两岸关系定位的 重大政治分歧 澳洲及荷兰也加入美国行列 进而演变为联合国大会的焦点 如果北京破防 一中原则将全面坍塌 在政治和外交手段难以达成目的 而又不能采取战争手段时 中国将太平洋全射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就成了面对强敌的唯一选择 在核导弹部队实施战略威慑的方法上 北京有五项选择 第一 运用多种舆论宣传手段 向对方提出有条件使用核武器的威胁警告 第二 提高洲际弹道导弹的准备等级 包括导弹技术准备和导弹发射准备 第三 实力展示 透过阅兵或新型导弹展示 或者邀请有关人员参加核武库或发射场 第四 兵力造势 通过导弹部队在机动中摆兵布阵 或是以模拟发射等方式震慑对手 第五 演习发射 就是以实际试射导弹达到战略威慑的目的 以上前事项都不需要发射导弹 操作相对简单 第五项是导弹实体试射 操作难度最大 风险最高 但是效果较好 为此 解放军采取单一军种 也就是火箭军 以单发和单一型号的导弹进行发射 而不是动用多军种 使用多发和多种型号的导弹 属于低强度的战略威慑 尽量把难度 风险和外界的抗议降到最低程度 北京这次决定采取演习发射 或者称训练试验发射的方式 目的就是要验证洲际弹道导弹 在全射程试验中的实际使用效果 从实质上增强可信可靠的核威慑 与核反击能力 同时向国内提出保证 并且向世界宣示 习近平整数火箭军的贪污腐化 已经取得成效 不影响火箭军战略核导弹部队的 正常战备值班 下面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继续来谈 从技术上说 中国向太平洋 以全射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加上之后的试射 可能想要达到以下几项关键目标 第一 验证导弹的全程作战性能 包括从助推段 中段飞行 到末段 也就是再入段的各个阶段 通过这种试验 可以评估导弹 在接近最大射程时的性能表现 也就是边界射击 武器要达到最大有效射程 才能够真正验证武器的性能 进而确保导弹 能够在极远距离下 精确打击目标 在助推段期间 验证 火箭发动机的推力输出 燃料消耗 和飞行的稳定性 在中段飞行期间 观察导弹 在高空中的飞行轨迹控制 和制导系统的精准度 在末段期间 重点评估 再入大气层时 弹头的热防护系统 姿态稳定性 以及末段制导的精确性 确保导弹能够穿透敌方防御 并且准确命中目标 第二 测试导弹系统的可靠性 借由全射程试验 能够测试导弹的各个子系统 比如制导系统 导航系统 弹头分离机制等 在接近极限作战条件下的可靠性 这有助于确认导弹 在实际战斗中 能否稳定 准确的发挥作用 随着测试的推进 导弹的性能会被逐步优化 并且开始加入更多复杂的系统 例如分导式多弹头 和末段变轨能力 这些测试 在全射程试验中进行 目的是确保多个系统的协同运作 第三 模拟真实作战条件 通过全射程发射 导弹可以在真实的作战轨迹下 进行测试 尤其是观察导弹 在末段的攻击过程 并且验证其穿投能力 像太平洋发射导弹 和在西北大漠的环境不同 透过海上测试环境 对评估导弹末段制导 精确打击 以及终端效应 比如弹头命中精度 尤为重要 第四 展示技术进步 并且取得威慑效果 通过全射程发射 能够展示 中国在洲际打击能力上的 技术成熟度 表明中国具备 在全球范围内 发动远程打击的能力 尤其在国际紧张局势下 以此向外界传递明确信号 中国有实力和决心 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种发射试验 不仅是对导弹系统技术水平的确认 也是对敌方防御体系的一种威慑和挑战 目的是确保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 具备可信的核反击能力 当然 要达到以上几项关键目标 不可能一触可击 全射程测试的效果 是通过累积的方式逐步实现 从最初的基础性能验证 到多系统集成和图防能力优化 每个阶段的测试 都有其明确的技术目标 通过这种渐进过程 导弹的性能才会逐步提升 最终实现全面作战能力 总测试次数 可能达到20至40次 甚至更多 这是根据美俄两国的经验 以及复杂系统研发的普遍规律 没有捷径可走 也无所谓弯道超车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 自由亚洲电台的 军事无尽区栏目 我是栏目主持人 齐乐义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